大家晚安 歡迎來到這個瞬間看獨贏這個環節 為什麼瞬間看獨贏呢? 因為有時一場馬不是每隻馬都曾經贏過的 有些馬來到香港沒贏過 有些在外地也沒贏過 當然是新馬也沒贏過 所以有時可以在當中看到一些關係就是 到那場跑完你會發現三甲很多時都是贏過的馬會在前面回來的 事不宜遲 立即帶大家看看瞬間看獨贏今次看哪一場 大家剛才在一個細形光幕或者都看到的 二場五班千八的賽事 黃色那些曾經是贏過馬的 赤火神龍如果你看統計資料 其實他千八這個路程甚至乎是贏過的 千金一落也都在千八到贏過 一樣是菊草的賽事 維線最落三甲都是的 不過如果你說班數上來說 赤火神龍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他是三班贏馬 現在落到五班其實會有好處 不過當然了 隻馬已經七歲了 會有些退化的 很正常的 另外這些路路富貴或者睡眠攻略 其實就沒贏過來到香港 不過我們都看到 他在海外的時候其實都試過贏過 睡眠攻略就贏千六米 而路路富貴這隻馬 就曾經在新市場New Market那裡 都是贏千六米的賽事 好啦 你說有沒有些第三款的呢 有的 本來想選一些試雜贏的給大家 但你都知道這場是中場距離 所以就其實沒有試雜贏到的馬 因為今季啊 不是說之前 因為他八九歲一定找到一些雜贏過 問題就是今季我們只看最近 因為現在也是十二月 開了季三個月 你可以看到那些馬的進度如何 變了呢 你會見到百寶袋 輸給連接的明德之星 一次比一次近 上次只是輸條頸 雖然你說他賺萬步速 什麼都好 但始終都是一些實力的表現 這場贏過的馬呢 其實不計九號百寶袋的話 就是三號六號十二號和一號二號 赤火神龍千金一落 維善墜落 闊魯魯富貴和睡眠攻略這幾筆 好啦 今次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下次再跟大家講過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